他总觉得我不大老爷们 然后他总是让我做一些 不大美业的事 就比如说 他让我给他拔腿毛 他腿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毛了 然后我还要像大海捞针一样 一根一根的拔 之后我拔疼了他要红我头发 我都在想 有一天他的腿毛光了 让我的头发也就没了 不是你还好 一直说 那凭什么人家男朋友 都可以帮女朋友拔 那你就不行了 那你不是说的 你要永远捅着我 你要永远帮我吗 那你别捅我头发呀 行行行 你就买顶帽子就完了吧 哎呦真是 把自己保护起来 还有什么委屈吗 我说他还特别喜欢出去玩 去夜店啊 酒吧呀 去蹦迪呀 放飞自我呀 之类的 带你去吗 不带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带你去了 我说我要带他去 可是他每一次去了到门口 他说我不去了 我就觉得他会跟我一起走 但是他从来不会跟我一起走 我就说你要蹦的话 你会回家蹦嘛 我给你买对音箱 你蹦嘛 那你放飞自我解放天性嘛 可不可以吗 不是那氛围能一样吗 我就想出去跟朋友放松一下 我就是累了嘛 我就想出去跟朋友玩一下 那你现在一点都不心疼我了 是吧 我每天工作我也很累呀 他去给一星去喝酒 那能一样吗 就像他只允许他吃醋 他从来就不会允许我吃醋 就好像我有一个女闺蜜一样 就是他分手了嘛 跟我诉出口 跟我发了几张照片 然后他就干嘛 他就叫我 我要说一下 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事情 他这个女闺蜜 就是一个他的大学同学 不知道一年哈 要分多少次手 每一次分手 就是大半夜的找你 找你干什么 跟你发那些小吊带的照片 让你批 你给他批着干什么 发在朋友圈 继续去找寻下一个吗 那为什么每次大半夜 给你发呀 还发那种小吊带的照片 那我受得了吗 你看嘛 他总是这样 他有一次就是说 还加了他微信去骂人家 骂不过人家 还要去打人家 我怎么可能骂不过 我并没有骂不过 我只是觉得 就是我加了他微信 我刚才说了 我说人家是有女朋友的 你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大半夜 给人家发这种 就很过分的 那些照片 那我就说 你这样不对 太理直去让他说 那怎么了 我给他发这种照片 怎么了 那我就去找他了 找他 我就是教他怎么做人 教他怎么当女生啊 不知道人家有女朋友 来勾引人家 他这种就是不可理悦 什么又是不可理悦 他又任性了 我就感觉 又任性 那你现在就处处为他说话 那你到底是爱我 还是爱他呀 我真是爱你了 我真是搞不懂你 你看他就是这样 哎呀 后不后悔那会儿 那么莽撞的 把人家小姑娘的水杯 就给撞倒在地了 不后悔 不后悔就忍着吧 说什么怎么不下去了 本来就是你的错呀 看到一个女生 就怜向西域吗 你不是说了把我当成公主吗 你不是说了 要永远对我好吧 永远宠着我吗 但是公主也不会这么当的吧 跟做的不一样了呢